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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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故意誤導康民署 意图尽快得到演出的许可 他们真是交出一些真实的数据 他们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时间和成本 去重新计算过 宏馆天花上面的重量分布 以及可能需要重新安排和设计过 天花支架的布置等等 临开演唱会之前没有多久提交 所以如果他们当时提交真的数据 其实未必赶得及第一场演唱会 警方又透露掉下来的一个屏幕 事发当天早上已经出现问题 据了解是升降的时候出现轻微不平衡 我们看到当天曾经有喜平隆职员 曾经用梯爬过上LED屏幕上 作出一些动作 我们相信他们在调教和处理过那条降索 但是事后我们调查所得 他们也没有将这些事件向任何人的报告 和没有安排一些适合的人员 或者适合的工程师再去检查 被问到最终负责把关签纸的工程师 和主办机构是否需要负责呢 警方在今次的调查过程 向大约70个人录取口供 亦都审视了大量文件 说今次的拘捕行动是阶段式结果 如果一大份有新的证据 不排除会再有拘捕行动 《无线电视记者》不解宣布 政府认为洪馆租用人 即是大国文化和演唱会承办商 违反租用条款的规定 又认为涉事舞蹈员是雇员 但雇主没有为他们买劳保和报工商 考虑检控 继警方完成刑事调查 政府的工作小组也完成事故成因调查 并且有进一步发言 二十多页的报告提到 吊住出事屏幕的其中一条杠缩断裂 是因为它的抗断强度大约1100公斤力 比市面最低的强度还要低 未能承受屏幕一半的重量 而屏幕重量实际比情报的重 令到相关的安全系数减半 即是有国际标准的一半 即是大约4.2 加上用来防止降缩走位的护城器 安装得太过紧 令到本身状况不理想的降缩加快弄损 政府就认为 控管租用人、大国文化 和主要承办商、艺能工程和协卿龙 违反部分控管租用条款 要负上一定责任 据了解 当局可以没收租场的保证金作为赔偿 也可以拒绝接受租用人日后的申请 在我和业界中人接触里面 大家都心感震惊 他们都认为 这个只不过是个别事件 并不代表整体业界的表现 我们会对涉事的人士绝不辜息 一定会依法严情处理 今天就算我们无论我们调查 做多少事 我们都不能够将时光倒转 令到件事没有发生 这个已经是不可能 报告又说 联和专业服务公司 负责今次检验场地 并且报告确认所有的装置 属于良好操作状况 康民署之后也都确认报告 那为什么装置的重量和情报 有这么大差距都发现不到呢 将来是不是都要研修呢 我们只要看他将来悬挂在我们天花顶那些重量 是不是可以承受到 影响到我们的结构 在这件事上 他提交的资料 我们是信任了 无论你是外面的人做 或者康民署去做 都是要一个合资格的专业的人士去做 这个才是个重点 至于事件的另外一个关键 就是涉事的舞蹈员是不是雇员 当局就说 确认是雇员 受评于一间舞蹈公司 据了解叫做Studio Dance 会考虑检控 我们都会根据雇员补偿条例下 向相关的舞蹈公司 即是舞蹈员的雇主 是采取行动的 即是说他没有报工商 也都没有为他们雇员 买这个雇员的保险的 职安检条例下 处所的占用人 他是要负责相关人员的安全 他的装置都是要是一个安全的系统 处所占用人是包括承犯商 当然也都包括制作公司 至于最终向哪个单位采取行动 他就说仍然要视乎证据 无线电视机就在钟卓希报道 演唱会主办单位Make a View和大国文化说 会咨询法律意见 保留追究相关单位的权利 有结构工程师认为 现行机制未有列明 哪一类注册工程师作最后把关 有时可能未必熟悉所有操作 Make a View和大国文化夜晚发声明 说会仔细研究警方公布的细节 咨询法律意见 保留追究相关单位的权利 又说任何有助提升演艺行业水平 包括工作人员和表演者安全的政策 都会全力支持 会继续承担事故当中 受伤舞蹈员的医疗费用 和提供其他协助 去到这个报告今天出的时候 我们是有一刻判断 原来数量是差那么远 相信香港现在还未是 在这个制度上 应该是未完全最成熟的 希望今次意外发生了之后 大家真的会关注这件事 令到在场的表演者 你再做任何的表演都好 是可以有更加多的保障 对于当局提出六项建议 加强监管演唱会继续流程 包括要求合资格的人 更加早参与检验舞台设计 和定期监督工作 要求造用人 请专业人士 确保搭结物等等重量 准确无误 也需要为移动的装置 进行负荷认证 降索等等 就要有品质检测证明 最终也要有第三方审核人员 检查整个工程 有演唱会主办单位就说 要进行新的措施并不困难 但无可避免会增加成本 或者会转嫁给消费者 我们做任何生意 和国家 在商严商 都要继续表演 是以后的时间升 和我们去做patterwork 和去验证一些东西 是时间长多的 今次MIRROR演唱会 懸挂装置在演出之前 大约一个星期交给当局审批 最终发现重量和情报的 严重不相符 有结构工程师就认为 情况不尋常 不单误导康民署 亦误导审批的工程师 可能他就会给个 轻一点的喇叭 那个设计的工程师 去做一份数 就说他现在上面的支架 那些都是够力可以承受得到的 那才容易去过得到关 那可能他做检查那个 他就把喇叭丢在上面 只是给他可以远远地去看 那过完关之后 他当然是装回他自己需要的喇叭 可能就会重了很多倍了 据了解 涉事演唱会最后签指的是 结构工程师 消息就说警方认为 结构工程师未必熟悉机械装置的操作 所以没有作出拘捕 魏学人就说 现在条例容许结构 或者机械工程师签核 但认为如果装置涉及摩达 理应就要由机械工程师签核 加为恰当 无线电视机者中策器报道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下财经消息 美国股市各别发展 标准普易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指数继续上升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就回落 道瓶斯工业平均指数 暴33455点跌259点 标准普易500指数暴3962点升6点 美国星期五是退五官人日假期 债市优势 股市就如常交易 外地放宽部分防疫措施 消息利好大指 但是道指上日急升过千点之后 这个交易日有回吐压力 开市道指升82点 其后走势转弱 曾经跌199点 主要股份类别普遍上升 其中能源股 原材料股 和非必须消费品股表现比较好 看上去澳洲股市 债敦富士100指数跌55点 巴黎卡指数升41点 德国DEX指数升82点 其他消息 外交部确认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 将会前往印尼和泰国出席国际会议 业会期间将会认约 和美国总统拜登等多国领导人会面 中方说美方认同中方双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推动中美关系 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外交部宣布 外交部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应邀 下个星期一至四 在印尼巴黎 出席20国集团峰会 以及在下个星期四至六 在泰国曼高 出席亚太京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并且对泰国进行访问 习近平与会期间 将会认约和法国总统马克隆 美国总统拜登 塞奈加尔总统萨勒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则斯等 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 外界焦点落在中美首路会晤 美国白宫早前说 拜登下个星期一将会在印尼巴黎 和习近平会面 将会在拜登上任以来 第一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 有美国高层官员预料 拜登将会向习近平坦率表达 美方对中方经济措施 台海局势以及人权问题的关注 也会讨论俄乌战事和北韩议题 相信两人会面之后 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外交部回应两人会面时就说 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 符合双方利益 也是世界各国期待 说美方应该和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推进互利合作 避免误解误判 又对美方提出 向台湾通报中美元首会晤情况 表明坚决反对 所谓美将向台湾通报中美元首会晤情况 更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性质十分恶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外交部又说 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共二十大之后 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多边峰会 期望各方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落实二零三零年可持续发展议齐等方面 凝聚共识推进合作 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 习近平将会发表重要讲话 全面展述中国新法亚太合作 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主张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报导 立法会下个月18日补选 填补选举委员会界别四个议席 今天再多三个人报名 参选人数增至六个人 立法会选委会界别补选 提名期下星期一结束 工联会成员李广宇 在会长、立法会议员吴秋北等的 陪同下报名参选 他去年参选立法会选举功能组别 勞工界议席的时候落选 他从事企业数码转型 亦是IT人协会理事长 香港进入了游质及兴的新阶段 各界需要更加多的沟通共赢 我相信我过往在各个不同的企业里面 管治的经验 是可以帮我们去推动政府 作出更加快的科技转型 民建联的陈永光 就由主席、立法会议员李慧琼等陪同报名 他是香港注册中医学会会长 由全国人带常委谭耀宗担任竞选办主任 他说会发挥所长 推动中医中药界发展 进入立法会 发挥我的专业所长 以实干服务社会 为香港和为国家发展 作出港献 尚痛科技香港公司总经理上海龙 在立法会议员林迅潮、邮达根、李浩然陪同下报名参选 谭耀宗也有到场支持 上海龙在内地出生 他自称是港漂 希望推动香港创科发展 香港需要创科 因为无论是没有创科、没有未来 或者为了创建国际创科中心 都需要创科人才多些发声 我想这个就是我最主要 都是唯一一个参逐的初衷 已经报名参选的还有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王子谦 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錦辉 以及新闻党中委何敬康 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导 俄乌战事未有平息的迹象 据报美国向南韩救入炮弹 再转加乌克兰 加强军事支援 南韩强调 不会向乌军提供撒伤力武器的立场不变 而俄罗斯宣布局部撤兵之后 乌克兰部队继续向南部克尔从事推进 俄罗斯宣布由乌克兰南部带列百河西岸设兵之后 独续将克兰从居民设置克里米亚 有民众形容市内情况恶劣 不时传出唱声 克兰从是俄军目前唯一控制的乌方主要城市 俄军撤离之后 乌军目前已经推进到 距离克兰从市区只是十几公里 并修复了附近几十条村落 但乌方说电力系统等的基建被俄军破坏 总统扎连斯基就说 区内仍然有战斗 俄军也都可能在撤离的时候埋下地雷 乌军估计俄方目前仍然有4万兵力 部署在克尔从地区 至少要一个星期才可以完成撤退 美国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军事援助 包括4套复仇者短程防空系统 《华尔加日报》引述美国国防官员消息报道 防长奥斯丁月初同到访夹南韩防长李宗舌 达成初步协议 向韩方采购10万发155毫米的炮弹 并将这批炮弹转交乌克兰 南韩国防部承认正是和美方 恰谭有关的出口协议 但恰谭的前提是军火的用家需要是美军 南韩不向乌克兰提供撒伤力武器的立场不变 白宫近期批评北韩为俄军提供炮弹 分析认为如果今次美国救入南韩制炮弹再转交乌军 将会形成南北韩分别支援俄乌两军的罕有情况 北韩早前否认向俄罗斯提供军援 无线电视机载340报道 36年前爆炸的美国太空穿梭机挑战者号 大片碎片在佛罗里达州对出海底被发现 美国一队纪录片摄制队在尋找二战飞机的残骸时 在水底发现一块4.5米长的四方形物体 部分被泥沙掩盖 上面有穿梭机独有的隔热鸭片 于是通知美国太空总署 证实是挑战者号的碎片 不过太空总署并未决定是否打捞 挑战者号是1986年升空的时候爆炸 七个太空人全部越南 包括第一位上太空的教师 对上一次发现挑战者号碎片已经是25年前 当时有两块碎片被冲上岸 当局至今只是沉获挑战者号四乘七碎片 各位好,我是李侄浩 因应环境、环球和本地经济前景减弱 即使放宽入境建立限制对服务输出有需求 政府仍然下调全年经济预测到收缩3.2% 本港连续三季经济收缩 第三季负增长4.5% 因应环球通胀情况比预期严重 主要央行加大力度收紧货币政策等等 考虑到短期前景欠佳 政府第三次下调全年经济预测 由上一季收缩0.5%至增长0.5% 大幅调低至负增长3.2% 本地经济的活动应该可以逐渐复偿 当然这个逐渐复偿是一个过程 过程需要时间 政府早前放宽入境检疫安排去到0.3% 但是经济情况仍然转差 是不是反应帮助不大呢? 政府则新放宽安排在9月实施 数据未反映它的影响 旅客数字已经由每日平均2,000多人 上升去到今个月每日3,400多人 香港有多少宣传令人知道 香港是现在可以来玩是方便了 也是值得来的 港人出外玩都是多了的 这个也是事实来的 港人出外洗费 是不是等于他在香港的洗费 一定会减少了他 其实是未必的 反而就是整件事 就是反映到一个复偿的进程 其实复偿什么叫复偿呢? 就是以往我们又会去外国玩 又会在香港玩 你在外国玩得开心 你整个经济的气氛也会好些 基本通胀方面 本地成本压力大致轻微 全年通胀下调0.2个百分点 去到1.8%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本港新增5599宗新冠病毒个案 多10名患者离世 新增个案本地占5201宗 10间安劳和4间残疾院舍 共有23名院友和1名员工确诊 490间学校情报共725宗个案 幼稚园中小学共有8班 要暂停面首科学那个星期 面月珠方面 本地多分别多4宗XBB 和2宗BQ.1.1个案 输入个案有398宗 新增2宗XBB个案 另外多10名患者离世 第五波疫情累计1万0298人死亡 社会福利处下星期一起 放宽院舍探访人数 和容许院友以闭环方式集体外出 两个时段 每名院友的访客人数不再限在一个人 在放宽之后 院舍可以按实际情况设定访客人数 但要避免人群聚集 访客仍然需要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 和探访前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另外容许院舍以团进团出闭环方式 安排院友集体外出活动 但要避免去人多挾逼的地方 或者饮食等随口罩活动 社署说新措施考虑到 大部分院舍员工和院友 已经接种新冠疫苗 和探访社交活动 对院友身心健康的悲疫 竟止信卫生当局之后决定放宽 来自单日感染数字 相隔大约半年之后 再度突破一万宗 当局调整多项疫情防控措施 包括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 和缩短入境检疫隔离造5加3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公布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项措施 包括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 并将登机前48小时内 两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调整为一次 入境人士隔离检疫日数 由原本7日集中隔离 和3日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日集中隔离 和3日居家隔离 集中隔离期的第一、二、三和五日 要进行核酸检测 相对于居家健康监测 居家隔离比较严格 要求隔离人士最好单独居住 或者单人单室 第一和第三日接受上满核酸检测 有结果之前 隔离人士和同住家人都不可以出去 而入境人士在第一入境点完成隔离之后 目的地不可以再加码要求重复隔离 对于入境重要商务人员、体育团体等等 点对点转运到免隔离闭环管理区 期间不可以离开管理区 而入境人员阳姓判定标准 是核酸检测CT值少于35 对于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日数 也都改为5日集中隔离 和3日居家隔离 并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而疫情风险区域 由中高低三类调整为高低两类 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 要求地方党委和政府要严格执行 国家统一的防控政策 严禁随意封效、停工停产 随意封控等层层加码的行为 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措施又提到要加快提高疫苗加强免疫接种复害率 做好新冠肺炎治疗药物储备 特别是重症和老年患者的用药需求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四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强调坚定不宜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道 本案有商界人士欢迎内地放宽入境检验措施 因为有利港商回内地经商 但有分隔两地的港票就说 建议要面对八日隔离帮助不大 28岁在香港工作的压员 过去三年只能够靠手机和在厦门的女朋友聊天 隔离期缩短去到5加3 但他说抢隔离酒店、抢机票还是很难 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减少过两天 要么就减一半也好听一点 因为要回去的人 其实有些人就是为了急事回去 来到香港近15年从事文职的文小姐 男朋友和家人都在广东遗州 她说今次放宽 来自己的人生大事又近了一步 我是经历过14加7 和7加3 所以现在是有5加3这个好消息 大家是够用的 不需要可能迟了份工 又或者是停薪留职 都可以说存在 可以终于回到家 和家人团聚了 今次改动 市民回内地需要三天居家隔离 但若果在内地没有住址 或者就要在酒店隔离八天 比放宽之前还要多一天 有商界人士就形容 今次是復常的起点 有助吸引更多港商 回到内地公干和视察 如果生产搞生产来说 我想都是很大的一个誘因 团队这么久没有跟厂去沟通 来说现场的督税和现场看到 未来的一些方向 未来的一些产品要做些什么 这是很大的帮助的 防宽措施也包括取消航班熔断机制 变相减少了不确定性 有内地航班网站平台的搜索量 在几个小时之内升到一年高峰 比前一天多了至少三倍 但有学者就认为 航空公司在短期之内 没有足够的人手增加航班供应 也不会影响内地乘客 在香港转机的易用 内地机场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限制 就算航空公司可以飞 但是实际上的操作 其实都未必那么容易 一下子开回一些内地的直航航班 香港作为一个疏楼 其实它将不同地区的客源 集中在香港 有足够的需求再飞内地 这个运作模式就会容易一些 为国家这个决策 一起顾掌 我们一起顾掌 有全国人大代表就认为 今次放宽或者有助本港 与内地商讨棉检疫通关 政府经济顾问就相信 今次放宽对本港有正面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中策希报道 澳门亦跟随内地调整入境措施 明天起游内地以外地区 入境澳门的人 医学观察期调整为5加3 澳门卫生局宣布 所有由香港、台湾 或者海外入境的旅客 由原本的7日集中隔离 和3日居家健康监测 调整为5日集中隔离 3日居家隔离 在集中隔离期间 第一到第四日 每日需要接受核酸检测 如果第四日的结果程阴性 第2日坐样之后 就可以立刻离开 而3日居家隔离期间 健康晚会转为红马 除了出去做检测之外 其余时间不可以外出 外出前也需要做抗原检测 并通过平台申报 东国解释是因应内地标准 即时调整政策 休息回来有其他新闻 稍后见 继续新闻时间 法律周闭幕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 说香港的法治得到国际认可 又说一国两制是最佳制度 一年五日的法律周闭幕 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说 香港拥有深厚法治传统 得到国际认诚 强调一国两制是最佳制度 维护国家安全是最高原则 一国两制是前务古人的伟大创举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基础 一国是根 是两制的前提 事实胜于鸿变 香港国安法对维护香港秩序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 活动比预期得到更多支持 每日实体参加和线上登记 达到八千多人 来自四十个国家和地区 一些国际法律机构的领导 也有一些外国的事捷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事捷 无论他们和传媒的访问里面 或者和私人的谈谈里面 外面的朋友对我这次的活动 都是有一点很正面的反响 我想这个真的反映了 香港在法律方面 服务方面或者法治的地位 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强华中央指定 将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 撤在香港是国家史无前例的创举 是送给香港的大礼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思报道 高等法院上诉庭博回律政司上诉 继续批准黎智英 拼用英国御用大律师 就其涉及的国安法案件出庭抗辩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批评决定放弹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适宜评论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人 和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 涉嫌全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罪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高等法院上个月批准黎智英 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代表出庭 遭到律政司和大律师工会反对 认为案件非异常复杂和困难 不认为海外大律师可以协助案件审讯 律政司提出上诉 星期三被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在社交平台贴文 批评高等法院的决定和理由荒诞 质疑国安法案件 竟然可以由外国大律师代表出庭 又说法官在国安问题上 以洋为斯 以洋挂税 是赤裸裸邀请西方国家干预案件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宜评论 大律师工会主席杜鑑坤说 工会早前已经在法庭表述立场 现阶段不会再作评论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初海航展上 陆军一批先进机械化装备亮相 并派出23岁的直20直升机 女飞行员做解说 由黄慧之带大家看 解放军陆军三个直升机机翼 直8L 直10和直20 首次在初海航展亮相 展示飞行实力 在直20直升机前解说的是 是23岁女飞行员徐锋燦 2017年入伍 是陆军首批自主训练的女飞行员之一 中国丁气馆展示陆军武器装备的实战 和科研自主创新能力 其中首次参展的SH-15型车载加流炮 可以发射多种炮弹 射程最远达53公里 这款是8月参与台海演习的AR-3远程火箭炮 是身形鳞色多管火箭炮 持续行驶能力650公里 最大速度每小时60公里 天龙防空导弹系统 也是量点之一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先进中程防空导弹 已经出口摩洛哥 场馆内都有局势各样的枪 例如新一代手枪、追击枪和冲锋補枪等 让大家可以上手亲身感受 好像这个枪的样子多了吧 因为我们确实摸不到真实的枪 就想继续感受一下手感 行展仲设有无以仿真训练体验区 等参观者体验一下实战演练 无线电视记者黄慧之绪珠海报道 总理李克强在柬埔寨 在柬埔寨金边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并和柬埔寨发表联合公布 呼吁有关国方继续深化海上冒杀合作 东盟系列峰会在柬埔寨金边召开 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是其中之一 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说 中国和东盟之间联系大于分歧 合作前景非常广泛 在具争议的南海问题上 强调中国愿意根据国际法原则妥善处理 我们正在磋商COC 在磋商过程当中 我们照顾各方的关切 但是也坚决地维护和促进 国际法 尊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支持依据包括公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内的国际法原则 来妥善处理南海出现的一些问题 李克强形容南海是中国和东盟的共同家园 希望能够保障南海的和平安宁 令到南海有利于国际产业链的稳定 李克强也都应柬埔寨手上红心邀请 对柬埔寨进行访问 两国发表联合公布 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处20年 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发挥了关键作用 呼吁有关各方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 深化海上务实合作 在协商一致基础上 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 另外各成员国又讨论东帝民申请加入东盟 原则上同意接纳东帝民成为第11个会员 首先会给予观察员身份 然后在明年下一届峰会上 提出给东帝民成为正式会员的路线图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举报下星期可能在泰国曼谷 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岸田文雄和习近平的会面 可能在亚太金合组织会议期间举行 会议在曼谷召开 日本政府官员正进行最终协调 如果成事将会是岸田上任以来 第一次和习近平会面 亦都是中日领导人 大约三年来首度面对面回谈 预料岸田会在会上 讨论钓鱼台问题 即日方所谓的尖角猪岛 和台湾議题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